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先在繼承跟多形的觀念裡面 還有很多沒有觸碰到的議題 但是我決定先講授基礎的視窗程式設計 因為視窗程式設計是物件導向 尤其是繼承跟多形應用的最好的例子 所以今天就以視窗程式的設計作為主題來做討論 而且報告完今天的討論以後 各位回去有些程式就可以嘗試著使用視窗程式來改寫 可以增加你對課程的成就感 我們現在就來看物件導向的應用 最基本的一個應用就是視窗程式的設計 今天的三節課裡面 我們要教授這些內容 包括首先我們開始寫第一個視窗程式 在你不必要吸引這一行的程式情況之下 我們很輕鬆就可以完成第一個視窗程式 接著我們在前面曾經講過 你學任何一種語言 先要了解怎麼樣讓這個計算機向你報告 它的這個情況 在這個視窗程式設計裡面 取代Console可以提供給我們訊息的 是叫做Message Box 是一個簡單的視窗介面 我會先講這個東西 其次當然就要介紹說 如何能夠讓使用者來跟電腦 透過視窗程式的介面來溝通 這一個我們常用的東西 包括許多的控制項 這個控制項就包括 比方說按鈕、文字方塊等等 這些都是所謂的視窗程式介面的 控制項 叫Control 那把這些控制項整合在一起的 就是選單是一種 另外一種通用的控制項 那我們會告訴你怎麼樣 在視窗裡面加上選單 那再來呢 當我們希望使用者遵循一定的要求 來提供程式碼 要執行的一些參數 或者是數據的時候 那我們會使用對話的表單 以前是叫做對話盒 現在因為微軟的視窗程式 通通都叫做表單 所以就是稱之為對話的表單 再來呢 我們會介紹在一般的視窗程式設計裡頭 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問題的三個要素 包括問題的模型 呈現以及控制三個這個東西 要徹底的分開整理 這樣子的話 可以避免我們程式在維護 還有延展發展它的 進一步發展的時候 你的努力 Efford可以減少一些 會比較輕鬆一點 而且程式碼也會比較清爽 再來我們就以撲克牌的影像為例子 告訴你如何在視窗界面裡面 呈現出從外界掃描進去的影像 我們會以這個撲克牌為例子 有了撲克牌為例子以後 我們就可以進到21點遊戲的視窗版 這也是我們在學期開始的時候 我曾經這個Promise給各位 就是到學期Mode的時候 你會有能力寫出 我們在學期一開始的時候 所秀給各位看的 這個21點遊戲視窗版 再來最後 就是上一週 我們介紹繼承與多形的時候 有一個例子 我們就是畫圓光跟畫方的多形的應用 我們這一次就把以上講的程式略做修改 然後可以讓它真正的在多形的架構底下 真正的把方形和圓形給畫出來 所以這個是今天我們要上的內容 它的這個大概的鋼要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視窗程式開始說起 第一個視窗程式其實是蠻容易的 我們就演練一遍 給各位看要怎麼樣產生 你的第一個C-Shop的視窗程式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要打開Visual Studio 2017 接著在這裡面 我們跟以前一樣要選擇檔案 還有新增 但是新增專案之後 請注意 在我們之前的討論裡面 我們都是使用主控台的應用程式 所以就是簡單的鍵盤 跟文字介面的這個顯示 現在開始 我們要利用視窗程式的話 你要選擇的是Windows Form App 請注意這個地方要在一個叫做 DarnNet Framework底下的視窗程式 此外選好這個以後 接著這裡就有它的專案的名稱 當然我們需要去改它 如果你是要產生一個新的專案的話 我現在不在乎它叫什麼名字 所以我就隨意它 因為我已經試過四次 所以現在這邊是第五次 所以它秀出的是Windows Form App File 所以我們確定以後 確定以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開始載入或者是創造 創新一個新的專案 這個專案打開以後 你立刻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視窗介面的設計用的部分 這一部分工作區 我們先不看它 我要給各位看的是說 我們現在一行程式都還沒寫 但是我已經可以去建置 建置方案 我也可以立刻就可以執行這個程式 啟動不爭錯 你可以看到 畫面上出現的這個視窗 這個就是 我們一行程式都沒有寫 而且就已經產生出了一個空的視窗 這個視窗裡面 這裡你可以利用把它縮小 放大或者關閉 你就這三種基本的視窗功能就已經有了 在這裡我們要提出來的 就是說物件導向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曾經提到過 它是為了增進軟體程式師的生產力 如果是以前的種種寫法的時候 以前的人是用你寫了多少行的程式 來衡量你的程式師的能力 但是從剛才這個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程式設計師可以說 一行程式都沒有寫 可是它已經完成了一個龐大的程式 可以秀出這樣的一個空的視窗畫面 所以從物件導向的概念以後 這個程式設計師的生產力 不再以他寫了多少行程式來衡量 而是以他有寫了多少支 可以重複應用的這個類別 或者是程式來應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剛才的視窗程式的這一個專案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主要的工作區域 這一部分是你對於視窗內容的設計跟修改 這個我們先不動它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跑出來的這個視窗 它的名稱是叫做form1 叫做form1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已經有了一個這個程式在這裡 雖然我們都還沒有寫 但是這一種的專案 它自動程式幫你產生視窗的一些基礎的程式碼 這些基礎的程式碼 一切還是從主程式來看起 就是program.cs 在這個program.cs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有先是 有好幾個using的敘述 這些using的敘述裡面 跟之前的console版本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使用一個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有這樣子的一個命名空間裡面的內容 然後才可以讓我們使用視窗的方式 來執行我們的程式 在這個主程式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主程式的class 是這樣子 然後主要的主程式的地方 man的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它其實只有三行這個程式 這三行程式其實都是基於某一個class 叫做application application這個class 是包含在system.windows.forms裡面的類別 這個類別裡面 第一個敘述跟第二個敘述 對我們來講沒有什麼太大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跳過去 那但是主程式裡面的第三行敘述 非常的重要 叫做application.run 裡面有一個new form1 建構式產生的物件 form1的這個物件 這個東西為什麼是最重要的東西 而且它有辦法讓你可以跑出你所需要的視窗 在這裡我們所應用到的 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所說的多型的概念 好 那在上個禮拜 我們講這個多型概念的時候 我們曾經提到過說 這個多型的概念是什麼樣呢 就是它的構成有三個基本的要素 第一個是有一個繼承的階層體系 其次是能夠虛擬複寫 第三個是你要使用基礎類別來作為參考 所以在上個禮拜 我們介紹多型的應用 Drawing all shapes的時候 我們提到在主程式裡面 它只需要有一個函式 叫做Drawing all shapes Drawing all shapes裡面 其實它就只有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敘述 就可以把List裡面 它的各種幾何圖形 都要求它自己去畫出來 好 那因此在我們的視窗程式裡面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類似的觀念在這裡 這個觀念是說 我們這裡的application Rung new form 1 就表示說 在application這個class裡面 它有一個function叫做Rung 但是它要Rung的內容 就是某一個視窗的物件 那個視窗的物件 它是繼承了Windows所寫好的 Form的這個程式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這個form的程式 是長什麼樣子 form的這個class 複類別是form 子類別就是form 1 form 1的內容 就由你在工作區裡面 所弄出來的這樣的一個視窗 的程式 來讓application去Rung它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是各種各樣的 我們自己定義的一個form的class 的這個類別來產生物件 然後讓application去Rung它 我們所寫的form的class 當然就要繼承Windows裡面的form 因此只要Rung後面這個地方 你放進去的物件 是一個繼承form的物件的話 那麼實際在Rung的時候 就會依照你在專案裡面 所設定的form物件 它的內容來執行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就彷彿是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多型那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 這一個 Drawing all shapes 然後要每一個 shape 自己去畫出來 那在這裡也一樣 我們的application在Rung的時候 是讓一個你所設考的form的class 依據你所寫的form class的內容去執行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說 微軟的工程師在開發 這樣的一個系統application的時候 他其實這裡面對到的是 在他寫那個程式的時候 並不曉得你以後的程式設計師 他的form會長什麼樣子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Rung的東西是form的一個參考 所以你給他是什麼樣的一個 子類別的這個物件 他就依照這個子類別的物件來執行 因此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form的子類別 在這個例子裡面 是叫做form1 class 這個form1 class裡面 它有哪些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碼主要的架構 你可以看到是一個form1 這樣的一個class 在這個地方 他寫一個partial class form1 為什麼會是partial的form1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 這個form1 class 因為他牽涉到的內容相當的多 因此Windows Form的這個系統裡頭 他把form1的物件類別 他把它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你可以在form1.cs這邊 你顯示一個叫做檢視程式碼 因此你可以看到 這裡是部分的這個程式碼 部分程式碼 只是把form1裡面 表單裡面的這些成員 讓他粗實化而已 影響比較大的是底下這個 放在form1.designer.cs裡面 這裡面所描述的 就是form1的表單裡頭 相關的這些內容 我們就用頭影片來看 他裡面的這些程式的內容 partial class意思就是說 這個檔案裡面所存放的程式碼 是form1 class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我們剛剛看到 是需要initialize的時候 才用的這個東西 好 那在form1裡面 有一些中間這一些comments 注解 這些注解就是告訴你說 某一段程式在做些什麼事情 對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內容來說的話 這兩個相關的注釋的內容 我們暫時不看它 這裡比較重要的一個東西 System.componentModel.iContainer iContainer是一個interface 我們還沒講沒關係 不過你就知道說 它是一個你所設定的一種class描述 這個iContainer的物件叫做什麼 叫components 它就是要擺放視窗物件裡面 它所有的各種的元件 例如我們未來會學 比方說這裡有一個方塊盒 或者說有一個button 或者說這邊有一行字等等 這些東西都會被包含到components裡面去 這個class在一開始宣告的時候 裡面沒有東西 所以把它設定成是Nua 再來這個function 也是我們後面經常會看到的 它主要的就是要能夠處理視窗 這裡的打叉叉 Dispose 這個功能 所以這個部分主要就是做這件事情 所以造成每個視窗都不太一樣的 其實是在這邊 我用方形的框框 框起來的這一部分 由於它也是很長的程式敘述 所以你如果說是打開這個專案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這一個地方 它用一個這一個方形的這個東西 把它這個夾起來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是Windows Form 設計工具產生的程式碼 什麼意思呢 這個表示說這裡的這些程式碼 是你在處理form1的設計 在這邊你可以增加各種元件的時候 會跑進來的東西 在這裡面已經包含了 form1裡面的一些元件的內容 我們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你看到它提醒你說 這個地方是用畫圖的方式 在form1.cs的設計裡面 去弄進去的東西 所以你要改變form1裡面所包含的component的話 不能夠來這個地方修改 不能夠在這個地方去修改這一些 它這個地方用這個region window form 設計產生程式碼 還有到這裡這個部分 這一段的這個程式碼 你最好是不要去修改 因為這一部分是視窗設計的地方 去弄出來的結果 然後由程式的工具產生程式碼 所以這一部分 如果你要改的話 要到design這個地方 設計這個地方去修改它 而不可以直接在這邊改它的程式碼 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是因為這些視窗程式 它彼此互相的關係相當的複雜 如果你沒有小心的依照windows寫法的 這種規定的話 你很可能到最後 你的程式裡面很多部分 互相會不相容 會打架 這就造成問題 所以在早期 這個windows的程式剛出來的時候 以前我們寫這些視窗程式的時候 就經常碰到這種困難 就是說你沒有照顧好 這個每一部分的話 結果就使得說程式之間 產生互相矛盾的地方 結果程式就跑不起來 因此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利用這一部分 我們通常是不必去動它的 所以這個是這樣一個部分 這一部分裡面的內容 我可以跟大家來大概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部分 最主要的一個東西 是initialize component private的這個方法 所以這裡所做的事情 就是讓視窗裡面的成員 能夠初始化 這裡也包括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 我們剛剛有看到 components的成員變數 對不對 這個components的話 它是一種container 所以我們用一個new來產生 這個class的這個物件 這container的意思 就是說它是一個容器的類別 在這個容器裡面 可以容納其他各種樣式的 視窗裡面的原件 目前我們在這裡面是空的 所以它只是產生一個container而已 然後裡面沒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讓它加進去的 我們後面 隨著我們所寫的視窗程式越來越複雜 你可以看到它的內容就會有所改變 然後再來第二行這一個的話 是讓它裡面的這一些fault 就是字型 可以依照視窗的大小來做調整 然後再來 clime size 視窗在底下 這一部分是你寫程式的人 可以控制應用的地方 那這一部分就叫做clime clime的這個大小 也就是這一個視窗 我們可以應用的範圍 我們設定它是 橫向800個pixel 縱向是450個pixel join這個東西 是代表你可以在這個視窗裡面 來進行各種圖形 繪製或者是字圓的放置等等之類的部分 這個我們後面還會再提 比較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視窗的名字叫做form1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寫一個它的text 也就是視窗的title 它裡面這個叫text 然後它是等於form1 是這個樣子 好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想要把主視窗改一個名字 你可以再選擇這個地方 form1.cs的這個地方 你按右鍵 然後選擇重新命名 因為我們不喜歡form1這個名字 我們可能有好幾種表單 那最主要的表單就叫mainform 對不對 然後對話的表單 可能叫dialog 以此類推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改名叫做mainform 這個時候它要改名 改名以後 相關的一些部分 也都要把form1名字改叫做mainform 所以我們就點當然同意 讓它把所有叫做form1相關的這些部分 都跟著修改 好 因此修改以後 你可以看到 在主視窗的這一部分 我們可以點一下視窗 然後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它的text這邊所秀出來的字 還是form1 可是我們已經要把它整個class 改叫做mainform 所以這個視窗的名字 我們也把它叫做mainform比較好 這個改過以後 你可以看到設計的工作區域裡面 Windows的名稱title 就變成了mainform 這個時候 你去看它的程式碼檔 我們再打開它所產生的程式碼 你可以看initialized component這裡 我們把它打開 好 你可以看到 這裡做了一些改變 跟剛才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Auto Scale這個都還是一樣 Client Size也一樣 可是它的name改叫做mainform title也改叫做mainform 這裡添加了一個resume Layout 這個我通常不用太care它 所以我們就暫時就把它跳過去 好 因此這樣修改過後 我們可以重新的建置 好 然後我們啟動不爭錯 你可以看到 現在新的視窗的名字 就叫做mainform 它新的視窗的title 好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個 視窗程式 這個視窗程式 只要你依照我們的照表操課 做下去的時候 你應該就能夠跑出這樣的一個視窗 等一下如果下課的時間 各位同學最好馬上就練習一下 然後如果有問題 就趕快請助教幫你解決 就趕快請助教幫你解決 接著我們再來看訊息盒 這個訊息盒 我們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基本上 我們依循剛才的 這個視窗程式的架構 但是我們在視窗程式關閉的時候 我們要讓電腦通知我們一聲 主要的mainform已經被關閉了 就是給我們一個message 這個就叫做message box 訊息盒 這個訊息盒會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 一直到除非你按一個確定以後 這個整個程式才會結束 這樣的一個程式碼很容易寫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主程式的這個地方 在本來的application.run new一個form的物件之後 我們立刻寫一個 叫做message box.show 用雙刮弧刮起來一個 我們要在對話盒裡面顯現的文字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其他的部分都不用改 其他部分都不用改以後 這個程式跑起來以後 就會是這個樣子 它出現一個主視窗 我們把主視窗關閉的時候 就出現這樣子的一個訊息盒 告訴我們說 mainform已經關閉了 確定以後 它才會把這個程式給結束 在這個地方 各位請特別注意一點 我把我們要show message box的這個敘述 在它的前後 我加上了很特別的 這種註解 這個是產後的經驗以後 所學到的教訓 各位注意到 在寫這些視窗程式的時候 很多時候 你要加進去的程式 會跟程式碼 它本身 這個視窗工具產生的程式碼 會交互混用在一起 混在一起以後 當你要偵措 或者是修改你的程式碼的時候 就有這個麻煩 因為你可能一不小心 就改到了系統所產生的程式敘述 所以為了提醒你自己 說哪一部分的程式是你自己寫的 然後哪些部分的程式是系統產生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強烈的建議各位 在你所要寫的程式碼前後 加上這些重要的花邊 把你要寫的內容刮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的話將來你一看就知道說 這裡的程式只有這一行是我寫的 所以如果我要改的話 只能改這一行 其他的這些程式 你最好不要去動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你把這一行給它整個刪掉的話 你這個視窗程式整個就沒有了 對不對 因此我們基本上就是 由系統產生的程式碼架構 我們不動它 在我們自己所要加進去的程式 就是前後加上適當的標示 讓你自己可以分清楚 這個比較好 這一種花邊這個東西 是很早期的時候 我寫視窗程式的時候 有一本書採用的方法 所以我後來都用這種方式 來加以區隔 效果還很好 當然你可以自己選取 你覺得你自己比較看得懂 然後也可以讓人家一目了然的這種方式 來區分系統的程式碼跟你的程式碼 那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因此我們只是在剛才的程式碼裡面 我們只是在這個地方 僅僅是加進去一行 就是叫做Message Box 顯然這個東西也是一個類別 我們直接跑它裡面的Static Function 就是Short Close 因為這個程式 我等一下就不儲存它的變化 所以我現在加進去 我沒有在前後加上那些花紋 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建置以後 然後再啟動的話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把這個關掉 就出現一個訊息核 這個訊息核 其實是仿佛 我們在學Console的程式設計的時候 System.Console.Right Line 等於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當你電腦裡面要寫一些訊息 來通知你的時候 就可以用Message Box.show 來取代這個Console程式裡面的 Right Line的程式碼 它要呈現它的訊息的時候 使用這個訊息核 當然有些時候 我們會希望的是 這個使用者跟視窗可以互動 使用者跟視窗可以互動的話 那我們就必須要在視窗的內容裡面 添加一些功能 添加一些花樣 在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要產生一個視窗 首先看到會有一個提示的字串 輸入你的姓名 在這個地方 我們拉出一個叫做文字方塊 Text Area 使用者可以在這一邊 Key in 姓名 然後在這裡 我們給它加上了一個Button 叫做確定 所以當它輸入姓名 確定以後 系統就產生一個 對話盒 Hello 某某某 然後再確定關閉 結束這個程式 你可以想見 這個如果我們是用這個console來寫的話 我們大概會是 首先是這個system到console.write 然後就是輸入你的姓名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console.reline 然後把這個名字讀進來 然後這讀進來以後 然後你可能再來console.writeline 然後hello某某某對不對 然後就結束 好 那在console裡面是這樣寫的 那現在在視窗裡面的話 讓我們的做法就是弄一個這個表單 然後你也有你的這個prompt提示的字串 那麼也有你可以輸入你的這個姓名的 這個文字的區域 然後這個以前我們是按enter 現在我們是按這個確定的按鈕 這個button 好 那因此這個結束以後 這個類似console.writeline 然後這個hello某某 那我們在這裡就是用一個messagebox 來呈現這樣的一個內容 好 那這樣的程式 其實它的這個在跑的時候 它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這些視窗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通常都是依循著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在進行 首先系統它會建立視窗表單跟物件 就像這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它執行 也就是說application.wrong 這一個form以後 那麼我們可以在螢幕就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視窗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視窗在那裡的時候 這裡跟我們的這個console程式 很不一樣的地方發生在這裡 在我們console的程式的話 那麼如果你就是沒有enter的話 沒有輸入東西的時候 它就在那邊一直等 對不對 那現在在視窗程式的時候 也一樣 你進到wrong裡面以後 application.wrong裡面在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 它是在等待的一個狀態 它秀出這個表單以後 那麼這個表單一直放在這裡 這個系統就在這邊等 等待什麼呢 等待event發生 所以這樣子的程式的這種設計 也有人把它叫做 event driven programming 就是說在視窗程式裡面 其實你的所有的動作 都是依一些事件來驅動的 所以這裡比方說 我這裡按了這個按鈕確定以後 就是一個確定按鈕 被按下的事件發生的 那這個事件發生以後 視窗表單裡面 它就去找說 有沒有你寫的哪一個程式 是可以來處理這種狀況的 那這種程式在早期的視窗程式裡面 它叫做callback function 所以它其實是基於 好像說好萊塢裡面的 一些試鏡的電影公司 他們對於來試鏡的演員會講說 當他們試鏡或者是面談結束以後 通常都會跟來面談的人說 Don't call us We will call you 所以We will call you back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會需要去寫一些function 這些function是由系統 事件發生的時候 自動去找出那個function來執行 而這個function並不是 你的程式設計師去掌握 要求這個處理的 不是 是等這個狀態發生以後 系統自己去找出 你所寫的這種callback function 去批券去執行 OK 好 那因此你按了這個確定以後 它就處理說 這裡面有一個自竄 叫做正式康 這個自竄 我們讓它結合起來以後 我們就要求這個message box 來做一個呈現自竄內容的一個做法 因此這就事件處理完畢了 對不對 結果訊息核這個地方 我們又進入了等待的狀態 一直到我這一邊把它關閉以後 那麼再也沒有視窗表單存在的時候 於是我們就開始把所有表單關閉以後 就釋放這一段視窗程式 它所佔用的這些資源 全部把它釋放回去給作業系統 然後就離開application.run 含式 然後結束我們的視窗程式 因此 這個視窗程式 它的處理的過程 跟我們前面所學的console的程式的寫法 顯然是有一些不一樣 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在這個程式設計的過程裡面 你要講究的是以這個表單 來跟使用者互動 並且使用這個event driven 事件驅動的方法 來設計你所要寫的程式的內容 接下來我們來看說 怎麼樣可以在視窗裡面 添加像是字串、文字方塊 還有這些button 那就是我們在我們的程式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你新增以後 你可以注意到視窗設計的工作區裡面 在它的左邊這個地方 有幾個伺服器總管 或者是工具箱 資料來源等等 這裡我們要用到的是工具箱 因此我們就把滑鼠 點到工具箱這裡 於是你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這種元件 視窗元件可以使用 那一般我們用到的簡單的東西 是叫做通用控制項 general control general control就包括哪些呢 比方說包括我們看到 button checkbox label treeview reach text box 另外還有像是 功能表 工具列等等 對話方塊 對話方塊編輯器好多 但在這裡我們只用到 簡單的一個字串 一個文字方塊 以及button 因此在設計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從工具箱裡面 我們拉一個label到這裡來 然後按兩下以後 把label的原來的字串 改成是輸入你的性命 再來我們就去尋找 text box文字的方塊 我們把它拉到這邊來 那它的長度跟寬度 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要去調整 再來我們就把button 拉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變確定 這個樣子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視窗的架構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是button的應用 好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 我把一個button 從這裡拉進來這裡 你可以去調整 button要呈現的文字 你就把這裡的text 改一下就可以 好 但是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你怎麼樣 這樣讓這個button被按下去的時候 他會進行你所要他從事的工作呢 我們這邊選擇button以後 這個時候在方案總管的底下這一部分 叫做屬性 然後他這裡告訴你 這是button1的屬性 這個屬性跟我們前面講的 property那個屬性不是很一樣 他這裡的所謂的屬性是指attribute 也就是這個物件 他所具有的一些各種面向的參數 這些參數裡面就包括像size text這些東西 因為那邊是button1 所以這裡的text就是button1 你可以在這邊修改 然後來改變他的名字 這我們現在不看 但是重要的是說 這個button被按下去以後 你的程式要做什麼事情 你就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在button的屬性這裡 點到事件 也就是閃電符號的這個地方 然後在閃電符號這裡 他已經告訴你了說 當這個button 它的某些東西改變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處理它 最主要我們只要去處理button鍵 被按下去以後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直接在click這一邊 我們直接按兩下 你可以看到原先的Fone1 class 在底下它增加了一個函式在這裡 叫做button1 click 你就可以把button被按下去以後 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寫在這裡面 寫在這裡面 好 那這個button1 click 就是一個典型的 我們剛才所說的 這個callback function 因為這個函式 是你在你的程式裡面 你不需要 或者說不應該去呼叫的 它只有讓系統去呼叫它 而不是讓程式設計師去呼叫它 這種就是所謂的callback function 在我剛才的例子裡頭 我們要寫button1 click以後 button1 click以後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秀一個message box hello 這某某 你從textbox1裡面 取出來的字串 跟hello 合併在一起 成為一個新的字串 然後用message box 去顯示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了 我們的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event 在click這個地方 點兩下 就跑出button1 click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依據 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處理你的表單裡面 某一個東西被觸發 什麼樣的事件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就用這種辦法 所以接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時候 Fone1其他的部分 在designer.cs裡頭 他有一些部分 也做了改變 其中一個改變 是在Fone1的partial class以下 我們增加了這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 就是視窗裡面 添加進去的三個component 那麼一個是Label1 然後這裡有一個TasteBox 所以這個是TasteBox1 再來這裡的是Button1 所以我們拉好這三個control以後 那這個Fone1這個class裡面 他會做相對應的改變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他很不希望你去改這些內容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設計這個部門的部分 來完成的 他自動會產生這些對應的程式碼 所以這個時候工具產生的程式碼 也有一些改變 我們看到在initialize component裡面 他就是讓Label1 TasteBox1 Button1 這三個東西 能夠產生 在initialize的時候 就產生這些東西 他會讓layout 先suspend一下 那後面這裡 他就把Label1 TasteBox1 Button1 甚至Fone1 這些東西 添加進去一些內容 例如說Button1 他就加進去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原先 空的視窗的時候裡面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拉了這些東西進去以後 程式的這個系統 他就自動幫你加進去了 這個有關於Button的這些內容 Button1的這些內容 全部都把它放進去 這個改過 所以Button1可以變 然後再來就是Fone1這個地方 同樣他也添加了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剛才的Button1 TasteBox1跟Label1 都放進去Fone1裡面的 Control元件裡面去 所以這些東西 我要介紹的話 只是讓你曉得說 當我們在設計這個視窗的時候 你所加進去的種種的這些Control 它自動的會轉程式 對應的這些程式 這些程式的彼此之間的關聯 就是使用一些像繼承 或者是多型之類的東西 這個結合起來 所以你也可以練習一下 自己產生一個視窗程式 然後加入一些通用的控制項 我們再來看可以加進去的 另外一種Control是選單 假定說我們設計的選單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在視窗底下 這裡我們加進一個選單叫做啟動 那這啟動裡面 它接下去有兩個submenu 這個一個叫輸入表格 一個是計算 而這個計算又包括計算個欄的總和是多少 計算個列的總和是多少 計算全部的總和是多少等等 所以當你選擇工具箱裡面的manuscript manuscript你把它拉到這邊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設定好 用這種方式去加入你的這一些選單 它的工作 它要怎麼安排呢 可以用這種方式來進行 這個地方 Partial Class Benform這個地方 當你把這個東西拉過來以後 你把這些東西弄好以後 那麼你可以選擇事件 輸入表格 你可以用剛才的事件點選的方法 然後設定它這一項被選擇的時候 會跑來這個function 來做你要它做的事情 那它在這裡要做什麼事呢 所以輸入表格以後 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在這裡我們做最簡單的方式 計算這件事情 當你沒有表格的時候 我們讓它disable 所以計算它的enabled這個東西 它設定成是false 所以你在實際使用這個選單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只有啟動 跟輸入表格是黑字 計算這一部分是灰色的字 表示它沒有被enabled 不能夠被應用 如果它點兩下這個輸入表格以後 我們就讓說這一個部分 可以變成是enabled 可以用 所以這裡就變成是true 這樣的一個做法 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表單應用 它的這一種設計的方式是如此 選單之後 我就來看更進一步的 對話表單的程式的寫法 在我們剛才選單裡面有啟動 然後啟動底下 有輸入表格跟計算兩個選項 所以輸入表格這個部分 當它選擇輸入表格以後 那我們就需要開一個視窗 讓使用者來輸入正列裡面的數值內容 對不對 好 因此我們就假定說 如果是呈現表格這個選項被選了以後 那麼我們就會產生對話表單 dialon在這裡 然後假定我們只有六個數值需要使用者填寫 也就是說我們假定它所處理的 是一個二乘三的矩陣表格 因此在這個地方你可以想見 在這個對話表單裡面 我們放進去這個一個label 兩個label 三個label 四個label 五個label 六個label 另外有六個文字的方塊 還有兩個button 因為這時候如果它所填的 這些數值的內容 填的人發覺說是不太正確的時候 它可以取消對話的表單 這個時候我們就保留它這裡原來的這些數值 但是你一旦說按確定以後 我們就把這個表格的內容把它修改過來 變成是它按確定的時候 這裡面所呈現的這些數字 因此當它把這個表格填完以後 按了確定 於是我們就看到 message box 把你剛才輸入的內容 把它顯示出來 這是一種echo 這個回應使用者輸入的一個做法 當我們回應的結果 我們覺得正確的時候 我們就按這個確定 確定以後 可以再從啟動這裡選擇計算 你選擇計算以後 我們就讓電腦 把這個矩陣每一列的總和 還有每一行的這個總和 都把它算出來 還有這個全部的總和都算出來 然後我們用一個 這個叫做這個reach text的這一個box 就是說這個具有這個格式的 這個文字字串的顯示的這個表單 是這種方式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這樣子做的話 你就可以讓使用者 從這個輸入這個表單開始 然後一直到這個計算出 你所要的這個結果 對話的這個表單是怎麼做呢 首先當然第一個就是要增加新的Windows 4 我們要產生表單 你可以從這裡 就是專案這個地方 加入新項目 然後你選擇Windows 4 然後把它改叫做Dialog 因此你就有了一個 另外一個表單的設計畫面 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 這個工具箱裡面 我記得好像也有這個 對話方塊的設計跟編輯器 所以例如說 你打算打開某一個檔案的時候 你直接就使用Open File的Dialog Save File的時候 你可以點選這個以後 它就可以依照一般 Windows的打開File跟關掉File的方式去弄 另外你看還有別的 像要選擇顏色的Dialog 或者是選擇字型的Dialog等等 這幾個Dialog我沒有用過 你有興趣自己去研究一下 其實並不難 這是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因此我們就是產生一個Windows 4 這個是Label 所以這個還是一般的控制項 這沒有問題 然後這裡要弄六個Text Box 這個地方你就要注意的是 這六個東西 它可以你在拉它的時候 有些虛線出來 會幫助你讓它對齊 再來一點就是說 這些東西內容 是放在叫做Text的Data Member裡面 還有一點 文字方塊可能是靠左對齊 還是這個靠右對齊 現在我們這裡進來的東西是數字 所以你可以選擇Text Align 就在這一邊 在這一邊去選擇Text Align 讓它選擇是靠右 靠右這樣的話 才看起來比較像一個數字的輸入 另外這時候有兩個Button 確定取消 你就依照實際你的作為 來設定這兩個Button 被Click以後該怎麼做 好 再來是剛才這個是叫做對話表單 是輸入六個數字的這種方式 我們還需要一個表單 是輸出的表單 我們就選擇它是一個 叫做Reach Text的Box 在這裡 照我剛才的做法一樣 加入新項目 選擇Windows 4 然後在工具箱裡面 選擇Reach Text Box 在這個方塊的範圍裡面 你要輸出的內容 可以把它寫成是一個字串 在這些字串裡面 我們C-Sharp所常用的那些特殊符號 例如說倒斜線 那個都是可以應用的 所以如果你要連跳兩行的時候 就用兩個倒斜線的N 你如果要水平定位的時候 然後就用倒斜線的T等等 來放到這個Reach Text Box裡面的內容去 就可以 好 那這樣的一個對話輸出的架構 我們可以看到 整體程式的架構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 這樣子的一個Class Diagram 最上面的控制全部的是Mainform Mainform裡面 它主要有兩個功能 你的輸入表格選項 被選上的時候做的事情 還有計算的時候要做的事情 當輸入表格選單被選上的時候 它會使用對話方塊 來處理輸入的這些數值 同時它還需要有一個輸出 這個輸出的話 就是Output Reach Text Box 這個樣子 好 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很多同學學這個物件導向的一個概念以後 當然我都一直跟各位建議強調說 這個Class裡面的Data Member 盡量把它設定成是Private 對不對 室友的 盡量不要把它變成是Open Public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它裡頭的這些變數 他們彼此之間可能有內在的一些一致性 所以當你把它變成是Public以後 裡面的這些Data Member 可能它被改變的時候就沒有辦法維持它的一致性 好 可是很多同學寫寫以後發現說 糟糕 這個Class要用到另外一個Class的什麼樣的內容 可是它抓不到 因為那個東西是它的內在的 那個Private的東西 因此有人就好吧 很煩了 乾脆所有東西全部都Public 但是那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好 因此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情形 你看 這個Output裡面的時候 它需要有這些表格的數字 對不對 這些表格的數字 還有計算的這個結果 你必須要從Dialog裡面 對話結束以後去取得數值來用 可是你這個Output Dialog 你不太會去呼叫到 對話的結果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對話盒 對話結束以後這個Dialog就關閉了 對不對 所以因此 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在Output這一邊 得到Dialog這個表單裡出進來的 這一些陣列的內容呢 好 那這裡我們就看到 我們用一個這樣的一個辦法 就是我們用Mainform來控制 這兩個表單 那麼從這個表單 所得到的 輸入的數據內容呢 我們把它在Dialog裡面使用一個簡單的二維陣列 來儲存這六個文字方塊 所輸入的內容 那麼當我們Button 1 click的時候 這個確定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這裡面的這些數字 全部放進這個Table裡面去 放進這個Table裡面以後呢 我們就預備這個Content 這個內容 它Content事實上就是一個 Integer的這個東西 我們就準備Table這個東西呢 讓Mainform去取得 這裡得到的這些內容 所以我們在Mainform裡面 我們也準備一個二維陣列T 來儲存Dialog裡面 它所取得的外界輸入的Data 那所以你把Dialog關掉以後 那麼你的Mainform裡面 它已經取得了Table的內容 所以呢 Dialog關掉了 沒有關係 它所取得的這些數值呢 已經在Mainform裡面儲存了 那因此呢 當我們的Mainform要計算 陣列裡面的核內容的時候呢 那麼它就可以 可以依據它所裡面儲存的 表格的內容呢 來進行計算 並且把這些內容呢 丟給這個Output 然後讓它去把這些 計算的結果呢 呈現出來 好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架構的話 所得到的這些 內在的這些東西呢 都還是Private 所以不會有其他的問題 那另外 你可以注意到 再入表格跟計算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說它是一個callback的function 對不對 好 你可以看到它是Private 所以 我們的程式師在其他的地方 就不能夠去呼叫這兩個東西 所以這種callback的這個function呢 在程式產生的時候 它是Private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從外面去呼叫它 這就符合我們前面所講的 Don't call us We will call you的這個概念 OK 好 那這一個 剛才所看到的 是這一個 Mainform 還有這個Dialog跟Output 之間的這個class的這個關聯 那我們現在呢 可以使用這種叫做Sequence Chart 來告訴我們說 剛才的這三個class 它們產生的物件 彼此是如何的互動 那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東西出來呢 就代表是一個物件 然後物件呢 它會有一個虛線連下來 虛線連下來 這裡呢 有一個長方形 長條 那這個長條呢 就是物件 它的生命期間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Mainform這個地方 你看它兩點 然後Mainform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用的Mainform 是一個 不用管它是什麼名稱的 所以這個Mainform 它應該是一個 需要裡面的東西 是Static的一個概念 Mainform呢 開始以後 如果輸入表格的那個選單 被點選以後 我們就回到 這一個物件裡面 然後要求呢 Dialog對話表格呢 顯示出來 所以這裡畫一條 箭頭的線 到這邊來 表示說 Mainform裡面 有一段程式敘述 是要求Dialog 點ShowDialog 所以就把Dialog 給Show在電腦的螢幕上面 電腦螢幕上面 當使用者 輸入這些內容之後呢 它點選了 確定的Button 於是這個時候呢 它會去呼叫 對話表單裡面的 Button 1 Click Function 然後這個方式結束以後呢 Mainform 它知道這邊結束以後 它就要求這個Dialog 把儲存的表格的內容 取回去在Mainform裡面 到這邊結束以後 返回到Mainform這邊來 然後這一邊Dialog就消滅掉了 接下來呢 要計算Output的時候呢 那麼就是從Mainform這邊 那如果你選擇了計算 那個選項的時候 那於是我們就啟動它被Click的功能 它就要開始做Due Computation 那Due Computation呢 是Output選單物件裡面的功能 這裡面呢 它就可以計算Row列的總和 Column的總和 全部的總和 這些算完以後呢 Mainform就要求它 把Output的結果 修Dialog 把它修出來 這個是架構上 它的Class之間的關聯 是UML 那它的之間 實際的呼叫計算的過程 是由Sequence Chart 計算的順序圖 來做這個計算 所以剛才的這些架構 跟這個計算過程呢 它現在程式裡面是怎麼寫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Mainform Class 它有哪一些Data Member呢 有它內在矩陣的Data Member 還有Dialog Output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可以看到有Integer T 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裡面你要自己放進去的程式 那這個預備 是要從輸入表格裡面 去取得的東西 因此在這個程式裡面 它繼承這個form 對不對 它裡面有用到T 好 那接下來 這些部分我省略掉的 是Mainform Class的建構式 還有初始化的這些程式敘述 那這個我們就先暫時略掉 那細節我們不看 那接著你可以看到的是 選單裡面輸入表格那個東西 被點上的時候 它就來執行這個 那如果是計算的那個東西 被點上的時候 它就來執行這個 那這個方選 就是這個方選怎麼來的呢 那就是我們在點選設計 主視窗的時候 表單你按Click這裡 這邊就會產生一個方選 然後跳到這邊來 然後讓你去寫這裡面 該做些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先大致的 用這種方式了解這個Mainform 它的這個class 它的架構大約是如此 那接下去我再把這個處理輸入表格的選項 把它的程式更細緻的寫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要建立起一個對話的表單 你已經把它拉好 這個圖形這些都拉好 拉好以後呢 你要求這樣子的一個Dialog 可能要秀出來 所以是Dialog點修代 所以當你選單選擇顯示表格的時候呢 它就修Dialog 把Dialog裡面所得到的正列的內容存放到T裡頭去 表格輸入完畢以後 那就可以計算了 所以這個時候計算把它變成是Enable 那計算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就是先產生一個Output 產生以後呢 我們要求這個Output 把我們的正列T丟給它以後 讓它去計算 計算完以後 它可以得到一個Output的表格像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秀出來 要求它秀出來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就是這一個表格處理的情況 那Dialog的程式該怎麼寫 那我們看一下 Dialog這個class呢 它也是呈現成一個Partial Class 你按照前面的Class diagram 按照Class diagram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Input Dialog這邊呢 它的Data Member是一個Table 它要處理 確定被按下去以後的結果 還有把它的內容 傳回給Mainform的過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Dialog這邊 它有一個內在的正列 2.2.3 然後Button 1 Click 就是確定這個按鈕以後 它所呈現的這些數字 另外呢 取消的話 那就是這一個 第二個Button 那你就把這個表格給關掉 就不用它了這樣子 Content的話呢 那就是把你所收集到的 正列的內容傳出去 給Mainform OK 好 那Dialog這裡呢 你也需要去把這裡面的內容 轉成是你裡面的變數Table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六個方塊 分別利用把它Convert到Integer32 然後放進去這個Table裡面 那所以呢 我這裡把它省略掉很多 那其實應該還有這個 因為它是2乘3的 所以應該會更多的Table 我這裡把這些部分省掉了 好 那另外呢 這些東西進來以後 我們必須Echo給使用者 說你剛才輸入的是哪六個數字 那因此我們就需要使用Message Box 在這裡 那麼這個Message Box裡面呢 它就可以秀出來這個Table 這些數字轉成是字串 變在這裡 然後我們用一個到斜線T 水平定位 拉到這邊來 那這邊要放進去的是01這個數字 然後再一個水平定位到這邊來 然後放進去的是02這個數字 因此這樣子就可以把這個六個輸入的內容 呈現在這個Message Box裡面 然後確定就可以離開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Dialog裡面 它所要做的這個事情 那如果是Output的話 Output的話呢 也是類似的情況 那我們就有Due Computation 那Due Computation裡面呢 它會呼叫自己的Function 去計算它的每一列的總和 每一行的這個總和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表單 Output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 你在Output裡面 我剛講過說 我們要把Output這裡面 的這個方塊裡面 要放進去這個有Format的這個字串 好 那因此呢 我可以看到 就是用這個表格統計的結果 那我們把這個剛才的這些數字 3 4 2 5 7 6 還有它的總和啊 什麼這些東西呢 把它加起來 寫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先寫的是表格統計結果 再來呢 跳一行以後呢 水平定位1 水平定位2 水平定位3 水平定位總和 然後跳下一行 下一行1 然後水平定位 然後table00 轉成字串 然後再水平定位 然後在這個table01 然後轉成字串 再這邊過來 這個樣子 好 那因此 用這種方式呢 我們可以把想要在這個rich text的這個box裡面 呈現的這個字串呢 把它整理成為一個這樣的一個字串以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要求這個rich text box 它能夠這一個秀出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今天雖然講的東西也許 那個用Mac的同學 那個程式碼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那些工具你可能沒有辦法直接用得上 但是概念也是可以用的 還有再來 即使是Mac 它也用到了我現在所要講的MVC的這種架構 這種架構現在變成一個非常非常普遍的一個概念 所以包括像是這個雲端層式的設計 等等這些東西呢 也都會用到這種MVC的這種概念 而且根據我自己寫程式的這個經驗 這個MVC的這個架構是非常棒的一個概念 雖然它的概念很簡單 但是呢 如果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能夠這個注意這些要點的話 你的那個程式會比較容易撰寫跟這個維護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做MVC的這個architecture 所謂MVC呢 M就是指model V就是指view 然後C就是指controller 那MVC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當你在開發你的這個應用程式的時候 那麼事實上這個很多時候呢 你所要處理的這些物件 它可以分成三類 一種是這一個跟解決問題的這個本身的這個架構有關的模型 那模型這種東西呢 一般可能是跟數學跟什麼等等有關聯 那或者跟抽象的資料等等有關 但是它呢 跟怎麼樣去呈現 它的這個相關的輸入或者輸出呢 這個東西它無關 那所以你必須準備另外一個東西叫做view 這些view的這個class呢 它可以來呈現出model的概念 然後呈現在這個畫面上面 或者是跟它互動 那這個叫做view 那controller的話呢 就是指說view這個東西怎麼輸入以後 那要用controller去控制模型 然後由這個模型呢 算出結果以後 從view產生出output MVC這種架構 你把它分開來 來的這個一定要分開來處理 這有什麼好處呢 那這個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當我們的程式需要改很多的介面的時候 把這些東西徹底分開來 是比較容易做這件事情的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根據我們的這個經驗 你寫了一個程式以後 你的老闆或者你的使用者 他所挑剔的 常常不是你程式要跑出來的結果 而是你跑出來的東西 怎麼樣呈現出來 使用著介面 所以呢 這個很多老闆他會說 你這個畫面 這個怎麼沒有什麼東西 或者說這個顏色 這個比較不對 希望你換一個什麼顏色 然後插一個什麼樣的圖 什麼等等之類 所以他看到你的程式以後 他是從這個介面上去了解他 然後去應用他 因此不同的人他對於這個介面的喜好 常常不見得會一致 所以這一個 而且有的時候 你的程式碼可能會碰到新的這些問題 於是你的這個介面又要做更改 但是資料的Model核心 他通常比較穩定 比較不會隨著你的需求外面的改變而改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這個課程 是先教你用這個Console 然後這個建構起你的程式 之後我們現在才來跟你講說 這個我們可以什麼樣的圖形介面來呈現他 主要的要點就是說 我們如果在前面 寫我們的這個Console程式的時候 就養成一個好習慣 把這個資料處理 跟這個input output的地方分開來的話 你現在要把它轉成是 這個視窗程式的話就會方便很多 好 因此這裡的MVC的重點 就是它的概念就是 盡量使得你的模型view把它分開來 以前我們在教西加加的這個 物降導向程式的時候 我們會舉一個例子 什麼樣的例子呢 比方說我們的這個試算表 試算表你這個可以打進去一些數字 你的這個需要的一些這個數值的這個內容跟關係 那個東西就是model 你那個表格就是model 然後你這個表格你會希望說 我用一個比方說長條圖來秀這個結果 或者是你可能希望他用一個曲線圖 或者一個3D的曲面等等來呈現這個表格的內容 那麼因此你的model 也就是你的試算表的表格 這個model是不太會變的 它就是在那個樣子 可是這個當你需要把這些model的這個內容 呈現出某一種意涵的這個介面的時候 那麼你可能就需要選擇說你要採用哪一種的這個輸出方式 那因此這個同樣的一筆這個table的這個資料 它可以轉換成各式各樣不同的這個介面來呈現 那因此這個我們可以把這個模型 跟這個它所呈現的這些使用介面徹底分離 好 那在以前的那個微軟的這個早期的視窗程式開發工具 叫做MFC Micro Foundation Classes 那在那樣的一個架構裡面的時候 它也是假設你的這個document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model 它跟你的這個呈現的這個視窗介面要把它分開來 所以在早期的這個視窗程式裡面 那它也是就告訴你直接就是分開來 如果你要follow它的這個架構的話 好 那現在我們就盡量的使我們的問題 它的這個模型跟它的介面要盡量的分開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符合一個建築學上面的這個philosophy 因為在建築學裡面你所設計的這個建築 那經常他們要這個 有一條這個他們的規則就叫做form follows function 這個form不是我們現在講的form 而是說這個我們曾經提到過 這個建築所強盜的就是這個 它的這個架構跟它的功能對不對 好 那因此如果你設計一個建築 如果它是要拿來作為教室使用的時候 那你設計教室的這個方式 跟你要設計它成為這個家裡客廳的方式 絕對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在你建築設計的時候 你的形式要依循你所需要的功能來決定 同樣的當我們設計我們的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程式的這個使用介面 也要follow我們所要做的這個工作的樣子 好 所以以剛才我們所看到的 這個表格處理的程式記不記得 就是一個main form 然後控制dialog 然後把結果用output呈現出來 那樣的一個程式我們現在依照我們剛剛所說的 mvc的原理來把它切割一下 好 那因此這個我們剛才可以看到 剛才的那個表格計算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其實裡頭的這個model的部分是什麼 是這個表格 對不對 包括它的這個計算等等這些東西 是這個表格 對不對 好 那麼因此我們的model 就是這個表格 所以我們建構起一個物件叫做table 這個table裡面它具有二維的陣列叫做data 然後它裡面可以做這些計算 這個是model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我畫一條虛線 表示說這條線以下的部分是model的成分 也就是我們的程式碼最核心的地方 那麼這個table呢 我們需要依賴dialog對話方塊來決定 來決定陣列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也需要output表單 把這個計算的結果給顯示出來 那因此dialog output就是所謂的view的部分 這兩個是view的class 那麼控制整個程式的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mainform 所以整個mainform就是controller 因此我們剛才的表格處理的程式 可以變成是一個mvc的架構 model在底層 然後view在這裡 然後這個mainform在這裡 其實你可以想見 任何人看到這個程式 第一個想到的可能是說 這個界面怎麼那麼醜 對不對 想要把它美化一下 或者這個output 這個都是普通字這些弄 對不對 這個不夠好看 想要把它改掉 對不對 所以很多老闆看到的 可能是在這些地方顯現的程式的品質 但是其實對我們來講 最重要其實應該是model 好 這個不管 就是說反正這就表示說 你的view是經常會變的 controller也可能是會變的 比較不會變的就是這個table的處理 同樣的表格的計算 你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做為輸入的表單 或者是輸出的表單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來做這個mainform 對不對 所以例如我不要用那個選單 我改用這個列出來很多的button 讓你去按 那也是一種方式 對不對 但是你改這些東西 都不會影響到這個model 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否則的話 我們以前剛開始寫那個視窗程式的時候 很多時候為了方便 會在這個表單裡面 就去做這一些模型部分要做的事情 結果變成說 當我有必要去改這些view的內容的時候 這個model在裡頭的部分 要跟著做這個改變 結果就造成很麻煩的事情 因此各位就記得 當我們需要寫這個視窗程式的時候 盡量謹守這個mvc的分別的架構 對你是比較有利的 因此如果我們用這個方式 列出這樣的一個class diagram以後 我們就可以寫出對應的這些class的nail 所以例如這時候的model table裡面 我們就依照這個class diagram 我們可以寫出它的data member 以及我們提供的這些public的functions 這個是model的部分 這個view跟control的部分 由於我們現在的程式 其實事實上是前面一個 using dialogue form.dialogue的改變架構而已 其實dialogue的設計還有output的設計都一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說因為如果這個視窗程式你寫一陣子以後 其實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的時候你在寫的時候 你可能要改進現有的這個視窗程式 可是現有的視窗程式 當你另起一個專案的時候 假定你的這些view跟control是維持 沒有打算要改它的話 這個時候如果你依照這個步驟 重新把這個dialogue跟output 重新再來畫一遍 這些文字方塊還是button 什麼那些東西 我跟各位講這個真的會很煩的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視窗程式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實際上你寫它的program的時候很頭痛 所以像這一些介面這些東西 我都只想只做一次 不要說我這個方案裡面 把這個東西拉過一遍以後 下一個方案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把dialogue又要重新 在新的專案裡面又拉一遍 其實會很煩的 所以為了減輕這種重複做這些事情的工作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就是說在我們新的這個專案裡面 我們選擇加入現有的項目 把前一個程式裡頭的dialogue.cs output.cs把它加到你的新的程式裡面來 你加到新的程式裡面以後 又注意到說前面一個過來的東西 它的程式碼裡頭namespace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程式碼專案名稱 會讓你的程式都包在一個命名空間裡面 所以你注意現在把dialogue跟output搬過來用的時候 你要注意那些原始程式碼還有畫那些圖 它原先的命名空間是using dialogue form 所以我們把這些程式碼call過來以後 要注意的就是說你在主程式 你在新的程式裡面 你就要寫一個using dialogue form 這樣子的話它才會去用到 你從前一個程式轉過來的這些程式碼 你可以看到因為我們現在的新的這個專案 名字叫做mvcexample對不對 只是說我們希望來重複使用前面那個dialogue form 對話盒跟這個輸出的程式碼 你只要把那些東西call過來以後 在你的新的程式裡面 加上using舊的dialogue space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mvc大概就講到這個樣子 所以觀念上就是這一個 盡量把你的問題的所有的類別 分成這三種這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要慢慢講到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慢慢講到 可能各位會有用的東西 我們如果要讓電腦玩21點的時候 那一個顯然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怎麼樣去顯示這個撲克牌的這個花樣 對不對 那因此這個我們現在就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來看說如何在這個視窗程式裡面 來現出這個撲克牌 你掃描進來的這個影像 好 那麼這個程式呢 在run起來的時候呢 是這個樣子 它有兩個這樣子的選項 那這個叫做list box 你可以在這裡面這個list裡面 選擇說你是要哪一種花色 黑桃 紅桃 點數呢 是要A還是23456789111513 然後依據你所選擇的花色以及點數 按確定以後 那我們的程式呢 就找出來它所對應的撲克牌的牌面顯現出來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我們選了HOT 紅心 K 所以我們按確定以後 這邊就跑出一張紅心 K 的撲克牌 那如果說你選的是 SPADE A 的話 那確定以後 這邊就會跑出一張黑桃 A 的牌 那因此呢 我現在就要告訴各位的是 怎麼樣用 C Sharp 來寫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這樣的一個程式呢 你首先在寫這個程式之前 那你要先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那個52張牌 撲克牌全部都掃描進去 然後每一張撲克牌就存一個檔案 那這些事情呢 這個我已經做好 而且各位可以去使用它 就是在我們的Tutorial裡頭 打開第12張的圖 然後在這個Displaying Cards裡面 或者是我們等一下講的21點遊戲裡面 你打開這個專案裡面以後 比方說我打開這個 BIN 檔裡面 那麼有一個叫做 Playing Cards 檔案夾 你打開以後 這是我已經送給各位的禮物 52張牌都已經在這裡 那這裡面呢 每一個牌都是一個圖檔 檔名呢 就是它的花色跟點數 C1就是Club A C2就是Club 2等等 所以這52張牌都給各位了 小鬼牌有沒有給你 我不曉得 我看一下 有 有 有一張 兩張小鬼牌 所以小鬼牌也在裡面 OK 那 因此呢 這個在我們要寫一個 這一個顯現這種影像的 這個程式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呢 是你要處理的影像的檔案 要記得把它放在 BIN 的資料夾 然後跟 Debug 和 Release 的這個東西 平行擺在一起 另外畫面 當你要顯現出圖形或者是影像的時候 那麼你必須使用一個 Class System.Drawing 它裡面有很多跟圖形繪製 以及影像有關的這些工具 那很多的類別在這裡 所以你等一下要用 Using System.Drawing 好 另外呢 我們要處理的影像 所以會有一個類別 叫做 Image 另外還有一些是畫圖的 那就是在 Graphics 裡面 另外我們剛才需要用到的是 List Box 那 List Box的話是一個通用的控制項 是 General Control 所以這個 OK 好 那因此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怎麼寫 好 那這一個 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先畫出 Main Form 主要的表單 我就拉一個 Label 第二個 Label 然後拉一個 List Box在這裡 並且把它的內容填上 Spec Hard Diamond 跟 Cloud 再使用另外一個 List Box 這個 List Box的內容 就把它填進去 A 2 3 4 一直到 K 好 然後確定這個樣子 好 再來 這個確定呢 按下去以後 那必須要在這個主選單裡面 選出 呈現出這個撲克牌的影像 那所以這個 確定這個 Button呢 我們在這個 它的屬性那邊 選擇它的 Event 事件 然後選擇這個 Click 以後 這個系統就會把你帶到 Function 這邊來 那 Function 這邊來的時候呢 確定鍵按下以後 它要做什麼事 它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把一個 Started 布林變數呢 設定為 True 那就表示說 開始要秀這些牌了 那 Display Image呢 就是要把對應的撲克牌呢 給顯示出來 那我們把它寫成是另外一個 Function 那主選單的 Class裡面呢 你在這個表單裡面 看到有幾樣東西 一個是 Image 那另外一個是 能夠呈現 Image的 所有畫圖的工具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 Graphics 還有你第一次按確定之前 不能讓這個東西有作用 所以呢 我們把它 Study Bluer 設定成是 False 好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 那個主程式裡面 那要怎麼樣去 這個 Display Image 還有其他跟畫圖有關的功能 凡是你主視窗裡頭 要畫圖的東西呢 它都會準備一個 Function 叫做 On Paint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也就是說 On Paint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的視窗 在你的電腦螢幕上面 它事實上 不見得是一直維持在這個地方 維持現在這個大小 所以當你這個把它放大縮小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移動的時候 那這個很多情形之下 移動好像還比較好 放大縮小的時候呢 這個系統呢 它就必須要同化這個表單 那在以前的這個 Window的做法裡面 它把它叫做 Invalidate 也就是說你現在做了這些事情 這個把它拉大以後 那這個你原先程式碼 對於這樣一個 Mainform的描述已經不對了 所以你要重新修改 要重畫 那因此每一次呢 這個你的視窗大小改變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系統會通知你的程式 就是說 OnPent 就是說需要重畫 那需要重畫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呢 呼叫你的附類別 它的OnPent 因為Mainform是繼承系統的Form 對不對 所以系統的Form 已經可以處理一些 OnPent的事情 所以你要先呼叫附類別的OnPent 那如果你沒有別的事 那就結束了 可是呢 在這裡我還要注意的就是說 這一個 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 還沒有按這個確定的時候 這邊不應該有撲克牌存在 只有你點過確定以後 每一次重畫的時候 都要畫撲克牌出來 好 那你也看到 我這個東西都用了花樣的這些註解 來表示說 這裡面的東西是另外加進去的 好 那接著我們再看 Designer.cs裡面呢 會列出表單裡面 所有相關的這些Control 包括Label 1 Label 2 List Box 1跟List Box 2 還有Button 1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 但是這個 到底它影像是如何顯示的呢 好 影像顯示的時候 這裡就是這一段程式嘛 就在講怎麼樣去呈現影像 那第一個 我們要先知道的是 它選什麼花色 第二個 我們要知道 它選什麼樣的這個點數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先從List Box裡面 找到說 它是哪一個項目被選到 對不對 好 那因此這是0 1 2 3 所以我們就選一個Selected Index 這Selected Index就會告訴你 這個列串裡面 使用者選了哪一個項目 因為我們的那個 花色是直接加1 那這個是0 1 2 3 對不對 好 因此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加1 變成是它的花色對應的這個項目 好 好 另外呢 我們也選Rank所選的這個Index i就是這裡的 那這裡是0 1 2 3 4 所以這邊就是要 點數是要弄1 2 3 4 5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因此呢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把它的花色點數都找到以後 那我們就到我們的PlaneCards資料夾裡面 去用DSi一個Soot的花色點數 這兩個東西合成一個字串 然後再加一個點JPG 所以這代表的是我們使用JPG所壓縮的影像 好 那因此呢 這個用這個方法可以去找到你在資料夾裡面所儲存的排點的影像 有了排點影像的檔名以後 我們就使用計算機 它現在提供給你的類別Image 它裡面有一個function叫做From File 所以你就可以把檔名裡面的影像拿出來 然後放進這個Image 放進Image以後呢 我們要把它在視窗裡面把它畫出來 所以我們要先Create一個Graphics 意思是要準備好一整套 能夠在這個部分畫圖的這一種工具 把它準備好以後 然後我們在視窗裡面 55就是左上角第5個Pixel 往下數第5個Pixel這裡 然後開始地方是85格 這裡是150格 然後畫出Image的這個圖像出來 好 那因此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顯示你的圖像 那有了選擇這樣一個圖像以後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的來做21點遊戲的視窗版 記得我們在前面已經用了很多韓式導向 以及物件導向的方式來撰寫21點的遊戲 如果我們在前面寫21點遊戲的時候 有把那些Io的部分跟一些內在處理的模型分開來的話 現在就很容易做 我們只需要把原先從console input output的部分 改變成為選單程式 然後用這些選單的程式 跟你的一些其他的這些class結合在一起 這個就容易得多了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 這也就是我通常鼓勵同學 那麼在寫這個視窗程式版之前 先把你的程式 用主控台的程式寫好 那寫好以後呢 那麼你就可以有核心的 那些model的這個部分 console Io的那些部分 我們讓他都只做互動的控制 跟輸出輸入的工作 那他們擔任view跟controller的角色 所以呢 這樣一來的話 當我們想要有視窗程式版的這個程式的時候 就把這個controller跟view這兩個部分 把它改成是視窗介面就結束了 那你裡面原先蠻複雜的那些model 比如說這個算點數什麼等等 有沒有報或者是21點等等之類的東西 都不需要去改變 但是相反的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跟以前這一些IO東西 寫在一塊的話 你現在就會很頭痛 因為那個你就得要先把那一些 跟這個IO無關的東西要把它分出來 所以就比較麻煩一點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我們原先考慮這個21點遊戲的時候 那麼經過CRC卡會議的這個處理以後 我們曾經得到了這樣子的一個類別圖 當然那個時候 我們還沒有把dealer繼承這個player對不對 不過上個禮拜我們就已經交到 dealer跟player他們之間只有簡單的差別而已 所以我們直接讓dealer去繼承player就容易得多 好 那我們就記得我們之前所畫的class diagram 那個時候是有一個組成式控制game game在run的時候來控制player dealer排底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player都有幾張牌對不對 dealer也有幾張牌對不對 然後所有的牌要從排疊裡面發出是不是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簡單的class diagram 我們已經看過了 那之前我們是使用一個main program 來掌控這個game 然後讓這個game去處理這其他的 跟game有關的事情 好 那現在我們來使用這個視窗設計的時候 那我們就把那個組成式的部分 換成是一個main form主表單 這個表單裡面你可以去控制執行game的結果 另外我們也會直接在main form裡面去呈現各張牌的內容對不對 好 那因此整個架構我們可以把它區分成兩塊 底下這一塊的話跟介面關係是不大的 大家只要管說誰的牌是幾點 什麼花色有沒有21點等等 這些事情跟你怎麼樣去在螢幕上呈現這些內容 沒有關聯 所以這些部分是屬於model的部分 上面的main form的部分呢 除了它要顯現出各張牌的花色點數以外 也要能夠呈現遊戲狀態的文字 處理使用者採取的行動等等 所以main form這一部分是來控制遊戲的view control 所以我們現在從console介面要轉到視窗介面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說這是一個GUI介面 GUI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graphic user interface 這是常用的一個名詞 所以當我們要把程式碼從主控台的形式 改成是視窗的介面 這時候我們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要做互動的分析 也就是說我們的程式碼跟使用者之間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互動的關聯 這個部分要先做分析 那麼再其次呢 是這個分析結束以後 對於每一種互動 你可能都要去設計一個對應的輸入的表單 以及輸出的表單 要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好 那因此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看怎麼樣做互動的分析 好 那這個互動的分析呢 我所使用的也是這個UML裡面所提供的一種圖形 叫做Activity Diagram 跟其他的UML圖形一樣 它也可以在我建議給各位採用的ASTA的這一種軟體畫圖 在UML圖的工具裡面 它也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的概念上很接近這個流程圖 但是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它就是所謂的這個Multi LAN 就是有好幾個平行的LAN流程 在這裡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有兩個需要考慮的流程 一個是Player 另外一個是我們所寫的程式系統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分析這個撲克牌玩的過程 那玩的過程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每一個Player都要給他兩張牌 那因此System從黑圈這個地方開始 那第一個要做的動作呢 是把每一個人給兩張牌 給兩張牌以後呢 這個控制權呢 就轉到Player這邊來 Player這邊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事情呢 他先要知道 如果他覺得說遊戲玩到這邊夠了 不想再玩下去的話 那他就選擇Stop 於是就進到這邊來 然後DisplayMatch以後就結束了 可是呢 他也有可能呢 他想要繼續玩對不對 繼續玩的時候呢 他已經有兩張牌了 所以這時候他要做什麼事 他要決定他要不要下一張牌 對不對 那因此當他確定要下一張牌的時候 我們就轉回到系統這邊來 把他要的牌呢 秀出去 系統就要去檢查說 有沒有哪一個人是21點 或者是爆掉的這個情況 如果沒有的話 就回到這邊 User繼續決定 他要不要再下一張牌 如果都DisplayMessage完以後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所有的Player都已經處理完畢了 贏或者輸都有了 我們就DisplayMessage以後 結束整個Game 好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那下一步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是我們要處理的表單 要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好 所以我這個地方就設計一個簡單的表單 那在這裡呢 就是顯現出User所使用的牌 然後這中間我們用Label標籤呢 來顯示莊家跟玩家的點數 可是你可以從這個互動分析裡面 你可以知道說 系統跟Player之間 有哪一些互動關聯呢 第一個當然是開始 對不對 所以遊戲要開始 那遊戲開始以後 發兩張牌 兩張牌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玩家就有兩種可能 就是說他還要一張牌 或者他就停了 所以這是根據Activity Diagram 你可以分析出來 在Player這一邊 他所要做的動作 只有這兩種在遊戲裡面 那再來就是說 遊戲已經有結果了 那我這個要重新來過 於是我要把牌清掉清楚 好 那因此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表單的這個設計 所以我們用Active Diagram分析互動 然後設計你所需要的表單 那這個表單設計完畢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整體的程式設計 我們可以從前面的Class Diagram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系統裡面 它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是每個專家 玩家發兩張牌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 畫成一個Sequence Diagram 主選單 要求Game 去開始準備一個Play 然後呢 Game 它是掌控整個遊戲的進行 所以它要求Deck給一張牌 那這一張牌呢 就由Player收下 然後再要求Deck再發一張牌 Dealer收進去 Deck再發一張牌 然後再讓Player收進去 再發一張牌 Dealer收進去 接下去 這每個人兩張牌以後呢 要怎麼樣 就要把雙方的牌呢 要利用剛才的表單 然後顯現出來 那因此呢 看到這裡 接下來就是 Dump Cards 就是讓每一個Player Dealer 各自把各自的牌 秀出來 然後我們要去檢查 他們的點數 檢查說 Player的點數是多少 Dealer的點數是多少 然後再繼續進行 遊戲勝負的判斷 所以我們有一開始這個樣子 程式執行的時候 就會變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你按開始以後 會出現 這邊兩張牌 這邊兩張牌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不要再牌 因為我已經20點了 所以我就停 停以後 莊家因為他是7點 規定17點以下的話 就是要再要一張牌 所以莊家就加了一張牌 4點 結果他合起來只有19點 當然就比我的20點差一點 所以本人完勝電腦 OK 所以這個是 你可以看到 他就給一個訊息 Jane勝財家 好 所以這個是系統執行的畫面 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轉成是程式碼 尤其是怎麼樣轉成是 圖形介面的程式 首先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兩個 一個Player跟Dealer 他們各自要顯現在 FORM裡面的訊息是哪些呢 這些訊息我們現在就把它整合起來 當然如果我們有先見之明的話 這當然是事後組葛 就會在Council版本的時候 就先做這個事情 不過我們之前沒有想那麼多 因此這時候我們就要做一些調整 我們把Player他的需要呈現的訊息 以及Dealer所需要呈現的訊息 把它集合起來 變成是一個Structure 好 這個Structure有包含Player的名稱 例如Jane或者是莊家 再來是他的Status 有沒有爆調 還是Pass 還是21點 這個是他的Status 然後他的點數是多少 他手上有哪些牌 然後這些牌一共有幾張等等 所以這些訊息有了以後 就足夠來畫出 Mainform裡面 Player的牌 或者是莊家的牌 這個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預備了這個Structure 因此在Mainform裡面 他就得要準備一些內容 處理我們剛剛講的這整個流程 於是你可以看到 根據剛才的說明的話 他必須擁有GAM 然後他得要有Player的Information 也得要有Dealer的Information 然後他能夠處理Image 他可以用Graphic 已經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是Force 再來是建構式 那我就不談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在這個Mainform裡面 他要跟使用者互動的時候 是來自哪些地方呢 是來自這四個按鈕對不對 由開始 要牌 停 跟清除 四個列的按鈕 因此 我們就用剛才那個方法 選擇那個按鈕的屬性 然後給他Event 來激發 因此 這個我們就有Button 1 Click 然後Button 2 Click Button 3 Click等等 每一個Button Click的時候 你都要去做對應的處理 如果要牌的話得怎麼做 那如果這個停的時候要怎麼做 然後清除的話要幹嘛等等 那把這些東西 每一個Button Click的東西 要做的事情都把它列起來 好 那因此這樣做的話 我就可以分別來處理 各個Button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Button 3是處理開始 Button 2是處理停 然後你還有一個 Check Blackjack或者Burst 那還有一個Button 4 Click 所以這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 它的程式的架構都是如此 然後你也注意到 我們剛才這裡 有講的這個On Paint 有沒有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需要 用On Paint這個東西 來處理這些 需要重畫表單的這種情況 那在主表單裡面 顯示畫面的程式碼就是這個樣子 各位自己去稍微看一下好了 你已經知道說 怎麼去顯示image了 對不對 所以Player的image的話 是用這個樣子 然後它怎麼樣把它這樣子排起來呢 那就是說 它在這個地方 這個往右 每間隔100個pixel 是呈現出另外一張牌 所以用這個100層i 來決定它的第i張牌 應該放在什麼位置 好 所以這個觀念就是這樣 不是太難的事情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 要把這裡呈現的label 要把它轉成是dealer的名字 還有Player的名字 然後還有它的點數等等 所以用這些東西 把它的information呈現出來 好 那如果按開始的時候呢 那麼就是要求game產生一個物件 然後啟動game的開始的部分 處理完以後就show這個information 就是把這個圖給show出來 show出來以後呢 這個我們就要去比較說 Player、dealer 他們二者的狀態是如何 最後呢 把Button3跟4 它的Enable的部分把它調整過來 所以有些時候 比方說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呢 他還不能夠決定停 所以他可能只能按要牌 什麼等等 或者說他一開始不能有清除啊 等等 好 那要牌的時候 就是去呼叫game裡面的process Player turn 也就是說 每一個turn的時候 Player要怎麼處理 然後dealer要怎麼處理 就是用這個去決定 那處理這個停的時候呢 也是要處理 因為你停了以後 代表玩家的部分結束了 接下來的部分呢 就變成是dealer的部分 我就把dealer的information 傳給game裡面的一個function 叫做process dealer run Player的run 跟dealer的run 都分開執行 最後你可以根據他們兩個的狀態 去決定說誰比較贏 這個可以秀出來 好 那這些細節 那我就不再這個仔細的說明 那on pen的話就跟前面是一樣的 你一開始是要呼叫附類別的on pen 然後再來依據遊戲是不是已經開始 然後來決定要不要show這個information game的class呢 是這樣寫 所以這個應該也沒有問題 好 再來game是這樣寫 你可以看到game class裡面 它完全沒有關於圖形 或者是controller那些東西 在它這裡完全都沒有 它在這裡面所提供的 就是底下這些模型的部分 這個遊戲的進展 在這一部分由這個game來控制 但在這個game裡面 對於這張牌要擺在哪個位置 要呈現什麼顏色 然後要有什麼樣的一個按鈕來控制等等 這些東西game都不管 因為它是這個model 它帶領的這一些class都是model 所以在這些裡面 你不應該有處理這些圖形的這種東西在裡頭 所有有關於圖形跟控制的東西 都應該放在這個mainform裡面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Player、Dealer、Deck、Car 這四個class跟我們在上一週 前一週所講的21點遊戲 console版本完全一樣 所以這幾個class完全不必改變 完全不必改變 只有game改一點點 為了配合這邊的一些修改 所以整個 如果我們在這一個console版本的時候 我們發展的這些class 你現在就可以發現 在這一個視窗版本裡面 它完全可以直接套用 就不必要再重新去處理這些class 這個就簡化了很多城市處理的困難 好 在這裡 Dear的這一部分 我們也提到過 就是是不是要再一張牌這個部分 這裡的部分 One One More Car 這裡 console版本所留下來的這一部分 在我們現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其實是已經被 這個manphone裡面的 這個要牌的那個按鈕給取代掉了 那因此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等於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但是我們把它留著也沒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不會被用到 對不對 不會被用到 但是這個當我們要考慮dealer的時候 它的dealer是繼承至這個player 所以dealer繼承這個player的話 他就需要處理那個 One One More Car這個事情 那因此這一個對dealer來說的話 One More Car的function 他要去overwrite那個東西 那所以他這裡就是說 只要他的點數小於17的話 他就必須再要牌 所以這個是dealer的情形 game的起始動作 就參考右邊的這個順序圖 所以這個就OK 然後這是一個process round的程式 好 那這個部分 就大概就說到這個地方 最後還有一點點 繪圖工具類別的這一部分 簡單的講一下就好 所以這個graphics的話 就是當你想要在這個表單上面 呈現幾何圖形的時候 那麼你就可以使用 這個graphics這個東西 那這個graphics的這種程式 在用的時候 它的做法就是這樣子的 首先我們需要的是畫圖的時候 你的那個表單開頭前面 你必須要include system.drawing 這樣才能畫 然後在你的程式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create一個graphics 然後如果你想要畫一條線的話 我們就呼叫graphics物件裡面的draw line 這個功能你要告訴它用什麼顏色 所以這時候是用black 它是一個enumeration的結果 然後它是從00畫到300300 就是y是往下走 x是往右走 那00在這個地方 所以300然後300到這裡 所以這邊就畫了一條線 這條線畫完以後 我們就把graphics還回去 所以就dispose 好 所以呢 這個就看起來簡單 就是你在這個mainform裡面 你去要求它畫圖的時候 因為每次按一個按鈕以後 它就來到draw的這個地方 來畫一條線 接下來我們就把那個 上個禮拜我們所講的 畫圓畫方的問題呢 把它轉成視窗程式的GUI版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完整的這個 呈現出這個draw all shapes的這個功能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前次提到過的 如果沒有使用多型的話 程式呢 會違反open close principle 也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對於新加的class open 對於已經加的內容 close 造成問題 然後呢 program裡面呢 你會有很多的需要畫的東西 所以當你要增加新的元件的時候 那你就需要增加很多的draw 還有在draw all shapes裡面呢 你要去修改 用一個switch來設定 在各種不同的質類別的時候 要怎麼畫這個圖 對不對 那我們提到過的 這個使用多型的方法呢 是用draw in all shapes的方法 讓每一個subclass都繼承負類別 然後呢 在這個program裡面呢 用一個function就夠了 可以把所有質類別的內容都畫出來 只要你每一個circuit都去override 一個function叫做draw 好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mvc的架構 來做這樣一個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program 遠前的program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man form 來控制說 你是要畫circle還是retangle 然後這裡有一個shape 這邊是model 這邊是view跟control draw這邊跟vc這邊有一點關係 什麼地方呢 就是draw draw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要給它基這個graphics 它才會畫這個圖 這裡的draw呢 是要用到graphics物件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 不太合這個mvc的概念 所以畫圓或者畫方呢 只要按鈕一按以後 它就開始畫圓或者畫方 好 因此呢 所有的程式碼 其他程式碼 跟我們前面的 這個都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說 draw all shapes的時候 你可以看 就完全符合上禮拜所講的 這種多型的這種架構 這個部分的話 就比較符合這個model的概念 draw all shapes的時候 你可以看 4 loop 就完全符合上禮拜所講的 這種多型的這種架構 只是差別在於說 我們現在要給它一個graphics 讓它去真的畫出來 那因此呢 所有其他的東西 都把它這個建構起來以後 那麼這些大部分的內容 都跟這個上禮拜所講的 這個多型的情況是一樣的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 多了一個graphics機進來 讓它可以真的在這個視窗裡面 去畫圖形出來 可是也只有需要一個參數這個機傳過來 其他畫的東西幾乎都可以不用管 所以你只要知道說graphics裡面是怎麼樣去畫圓 什麼樣去畫方就可以 那在這個graphics裡面呢 畫方跟畫圓是各自有它的方法 所以我們在圖形裡面 就呼叫g裡面畫方的方法 那麼在circle的話呢 就呼叫g裡面畫arc的方法 arc是弧嘛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弧呢 它要求你是從0度畫到360度 這裡呢 這裡呢 表示的是圓形呢 它的外接的正方形 左上角的位置 然後是右下角的位置 還有這兩者之間的這個長度 這樣子 所以呢 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容易畫出這個圓 或者是圓弧出來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介紹了Windows Phone 還有呢 Windows裡面 還有包括Windows本身 Phone它本身呢 可以利用這個屬性這個地方 來調整它的這個參數 以及這個使用它的這個事件 激發的這種程式 讓它自動的在你的Phone裡面 添加這一些比方說這個按鈕的 對應的這個處理程式 另外呢 Windows的GPUI的程式 所以能夠執行呢 它其實是利用了我們前面所講的 多型的這種概念 也就是說它的application.run 你丟給它的 只要是繼承Form的物件 那它都可以接受 而且會依據子類別所顯示的 所有它的原件等等之類的東西 去畫出它的這個內容出來 好 另外呢 我們提到過 RUN的時候 計算機要提供給你訊息的時候 最基本的就是這個訊息盒 Message Box 再來就是如果我們要Input的話 我們會用到很多的控制項 這控制項應用的時候 程式變成是一個事件驅動的這種情況 Event Driven 所以每一個控制項 它產生一些事件的時候 電腦就開始執行它對應的部分 再來我們提到過 我們可以使用Dialog的表單 輸入比較完整的資料 另外我們也提到 在整個架構裡面 最好Model Vue還有Controller 這種MVC的架構 能夠分開得清楚 對於我們的程式修改 會有很大的幫助 接著我們也提到了 表單裡面 你要呈現影像 或者是畫圖的話 你得要使用類別 Graphics還有Inage 最後就是 當我們要設計GUI程式的時候 我們常常需要先使用Active Diabra 來分析電腦跟使用者互動的關聯 OK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個地方 就是為了 是做了 一照片 就是為了 謝謝 我這樣想看 以及 經濟人 我打算 我打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